这是一台全球首发的i9-13900H的迷离主机 而且它的外形和做工 与我们熟悉的Intel NUC几乎一模一样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这台装置i9-13900H CPU的超高性能小主机 GitCon集合迷离IT13 集合迷离IT43是我们评测的右一台装置Intel 13代CPU的迷离电脑 我们已经测试过Intel NUC 1360P 小新迷离13500H 华硕和明凡的13700H 这些13代CPU的小主机 我们也测试过吉摩克11代i9 魔方12代i9 终于我们也等到了13代i9 这是今年Intel移动标压旗舰的CPU 那么你最喜欢的旗舰小主机 CPU是哪一类呢? 是今年的13代移动酷睿 还是AMD780M核显 或者是新的Intel Ultra数字系列 或者是明年的880M核显系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 集合迷离IT43 它装置了Intel i9-13900H 14核20线程移动标压CPU 96EU的Intel UHD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3200MHz PCIe 4.0的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电源线 HDMI线纳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板砖电源是9-6.32A 一共120W的功率 小主机 蓝绘色的外观非常沉稳 全金属的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3.2A口 耳麦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USB4接口 HDMI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USB3.2A口 USB2.0接口 右一组 USB4和HDMI接口 侧面板 SD卡接口 取下4颗螺丝 就可以开盖 我们来看看 都有哪些对部接口 双通道DDR4内存 最高支持3200MHz PCIe 4.0的NVMe SSD 一个2242的SATA接口 这根SATA线连接到底盖上 可以安装一个2.5寸的SATA SSD 这样就有三组存储接口 卸下NVMe SSD 下面是WiFi61无线网卡 稳定性是我们最惯性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只用了18秒 CPU功耗从74网 降低到45瓦 整机功耗降低到66瓦 CPU频率降低到平均3.1GHz 接着我们一直单烤了48分钟 13900H非常稳定 功耗一直保持45瓦 CPU温度不超过85度 NVMe SSD不超过42度 CPU一开始的74瓦功耗 碰到了96度的温度强 降频到45瓦一直保持 温度最高才85度 还行啊 我们用集合Mili IT13 13900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2分26秒 共计746秒 很强 超过了去年的魔方S600 12900H的751秒 12900H是65瓦的释放 CPU-Z CPU-Z多线程8035.9 单线程730.4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所有的7940和7840 也超过了华硕的13700H 只是不敌65瓦功耗释放的明凡13700H Gagbench 5 多核11593 单核1705 多核成绩和65瓦性能释放的12900H 以及45瓦性能释放的7840HS是差不多的 Gagbench 6 多核11794 单核2415 和魔方7940HS接近 CityBench 223 多核15297 单核1718 多核成绩超过了65瓦性能释放的12900H 和45瓦性能释放的7840H一样 PASMAG多线程28137 单核成3732 超过了65瓦性能释放的12900H 也接近了65瓦性能释放的13700H 综合来看 i913900H 长时45瓦的性能释放 还是非常强悍的 它超过了65瓦的i912900H 接近了45瓦性能释放的7840H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196335 CPU得分628928 最后我们给i913900H运行 OpenW测试 AES 762534 XX20 415970 Chromemark 424285 在Chromemark成绩上 它和65瓦功耗释放的12900H差不多 接近了65瓦功耗释放的13700H 接着我们先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170帧左右 原神 1080P中画质 跑起来大概接近50多帧 星穷铁道 1080P中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96EU的UHD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算了 完了 我们首先看看显示接口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0的标准 USB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USB4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8W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连接HDMI线来 显示输出4K60Hz8W 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来看看英特尔UHD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照样流畅播放 PCIe 4.0的NVMe硬盘测试 4800兆B PCIe 4.0 NVMe入门水平 USB4接口乘储性能测试 3100兆B 注意这是另一个USB4接口 同时接入了我们的160Hz的高刷显示器后测试得到的 WiFi测试 这次是AX211 Wi-Fi61无线网卡 跑了68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的环境中一般的一类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集合迷离IT-13迷离主机 装置了13代酷睿i9 CPU 13900H 出厂45W功耗释放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代季功耗7.0-7.8W CPU-Z最高功耗106W 单核满载功耗36W GIGBENG5最高功耗114.6W GIGBENG6最高功耗109.6W CLEBENG R23最高功耗114.5W PASSMARK最高功耗108.9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109.5W CLEBENG R2024最高功耗114.7W 时温20度的时候 CPU代机温度33度 SSD代机温度35度 这台小主机CPU满载的时候 噪音是50分贝左右 社会在耳边是39分贝 达到我们安静的标准 i9 CPU的logo上写的是Unlocked 意味着你可以解锁 从35W到115W的功耗 但是迷你电脑的散热结构和体积 限制了我们对性能释放的追求 而且我们还要面对温度和静音的问题 今天测试的这台小主机 其实是非常强悍的 在有一板EC的加持下 这台45W功耗释放小主机 跑出了我测试过的所有小主机中 最强的单核成绩 牛逼的不得了 给大家看看 CPU-Z GAC-BENG5 GAC-BENG6 CLE-BENG23 PASSMARK CLE-BENG2024 确实是迷你主机史上最强的单核性能 但是 但是 这板EC的风扇太吵了 即使是待机的声音也太吵了 待机招声达到了50分贝 我不能以它的测试成绩为结果 集合迷离IT13迷离电脑 装置i9-13900H Intel CPU 出厂45W的功耗释放 表现超过了65W功耗释放的12900H 接近45W性能释放的7840H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这几乎就是一台英特尔NUC 一台优秀的NUC 最大的缺点就是电源还是一块板砖 别人家120W电源 早就是单炒小电源了 总结一下 出厂45W的性能释放 强悍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满载CPU没有超过85度 耳边噪音39分贝 算是非常安静 众多接口除了没有DP1.4以外 兼用性算是好的 这就是一台 这代NUC没有发布的旗舰产品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它 如果厂家能调试EC 达到强悍的单核性能 而只稍稍增加噪音水平 那就太完美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